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大家晚安 欢迎您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5年的10月19号礼拜一 首先我们在上半场为您邀请到东豪理财的负责人张东豪博士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业绩马上就要展开很多的大企业要开始报告业绩了 然后在下半场要听听看麻仲学中医师今天带来哪些一些新的这个医学的话题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张东豪博士 东豪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在上个礼拜是一个小跌的一个礼拜 那这个股市呢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juncture在最近一个月以来呢 很多的分析师都在预测这个股市到底是会盘旋向下 还是奋勇向上 我觉得这两种好像都有可能 但是也没有人说的准 像今天道琼斯在收盘的时候 一共上涨了14.57收17230.54涨幅只有0.08%标普500上涨0.55 做收2033.66涨幅是0.03% 纳什达克上涨18.78收4905.47涨幅于0.38% 听众朋友在今天纽交所的交投量是8.1亿股 纳什达克是14.7这些都是是平水平也不算多 但是也不算低 当然今天还有一些暴业机而影响到他股票的价格的公司 我们待会会一一的向大家提出 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是 东豪您觉得这么多预测股市 不管是走上或者走下的 对您来讲的意义何在或者是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 当然我一般专家意见 当然是需要参考参考一下吧 当然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意见 要对市场市场其实市场的高高低高低近期的涨跌 其实是很难分析的 这个做对的做对的可能性其实不大 即使做对能够获利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了 就是说而且这个timing 如果你要做市场短期的timing的话 这个是困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说利润的得到利润的程度也是 我觉得是比较小的 其实所以这个并不是太大意义 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对我来说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前段时间 S&P500在将接近1900点的时候 很快就贪团很快就反弹回来 超过2000年 这2000年以上以后 他的他的涨幅就比较慢一点了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是20300多点吧 对2033 所以所以现在我今天的股市几乎是不涨不跌 其实一天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原地踏步 其实今天还是有些正常新闻的 比如说中国的GDP的数据出来了 对整个市场影响不大 但是我们看到原油原油的价钱价格下跌 原油股票的价钱也下跌了 所以对一些股票还是有还是有些影响 但针对总个市场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因为美国的市场 毕竟毕竟是美国的美国的新闻比较重要一点 而且中国中国股市其实从它的低点也是慢慢回去了 其实处在一个至少暂时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上面 所以对美国的影响也不算太大 所以所以这个Earning Season虽然已经开始了 但是但是真正的那个高潮的时期还是应该是下两个星期吧 是比较比较多的公司会预报 这前几个前几个星期大概一两个大概不到100公司 SPY不到100公司可能只有五六十个公司已经报了Earning 就是说大多数在这个时期已经报Earning的都是财务的股票 so far其实Earning正常率是蛮好的 大概百分之十几就是说 但是但是这个早期因为早期都是财务股在 财务股其实财务股报的并不影响 财务股并不影响 但是但是为什么Earning会涨这么多 但是就是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吧 因为美国银行去年这个时候赔了很多钱 被那个国家罚了很多钱 所以赔了很多钱 所以所以就恢复正常的话就有很大的增长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特殊的原因 让近期那个那个股票 让近期的就是说so far五六十公司预报以后 它的Earning增长率还是不错 但是基本上据分析师的估计吧 这个这个quarterEarning增长率将是负的4%到5%左右 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看这几次的Earning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那个JP Morgan 像Morgan Stanley 像那个Goldman Sachs这样的公司 它的Earning就报的比较差 就是说然后相比之下 Wolf FargoEarning就报报的比较少 比较好 就是说为什么那个Wolf Fargo跟那个Goldman Sachs是什么区别 就是说跟跟JP Morgan有什么区别 就是JP Morgan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金融机构 Wolf Fargo现在是一个国内的金融机构 基本上是以Mortgage 就是说以那个Holman的借贷为主的 当然还把它包括Commercial的那个Long借贷 但是主要是以美国国内借贷为主的一个公司 它90%的利润都是在美国国内的 就是说那么相对之下 JP Morgan跟Goldman Sachs就非常不一样 另外来说Goldman Sachs和JP Morgan 就是有相对 它不是靠借贷而 它当然也有借贷的生意 它不是靠借贷为主 它是靠那个Capital Market为主 就是说IPO Merger Acquisition Investment Banking Equity Trading Fixed Income Trading 这些事情是他们跟资本市场非常有关系的公司 所以跟资本这段时间的Financial的报告 我们会看到跟资本市场有关系的公司就报的不好 跟Mortgage市场有关系的公司就报的比较好 所以今天的昨天的昨天晚上预报的Morgan Stanley 当然是跟Capital Market有关系的 它就预报的不太好对不对 对对是的 像Morgan Stanley 我知道盘前盘后还有人是还有公司是在周末报业集的哈 我应该没有在周末报业集的 有有有有有那个星期一早上报业集的没有在周末 没有公司报20的那星期一早上也是有公司会报20的 好刚才东豪讲的这些opening remark的时候 我摘录了三点我想来请教东豪 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报第三季度的GDP 他们是报在6.9 这个是比上个quarter是增加了0.1个percent 对中国的这个还是不到7% 有一些比较渲染的一些分析师就拿这个来打做文章了 说你看他miss7了以后可能会比7比low更多 因此怎么怎么不看好中国的股市您的感觉呢 他如果想报7的话早就报7了 如果他想报7.5的话他也可以报7.5 不需要用这个数字来做文章 其实他他报6.9是有目的的 对他不能报太慢太晚太太慢了 如果他报百分之二的话那天下大乱 天下就惊恐了对不对 如果他到百分之百分之八点五的话 他就觉得他增长太快 也许有通过谋章之类的事情就说 所以中国领导人他知道他他中国领导人 其实中国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金融机构 在说中国的经济在做一个转折 就是说他从一个一个以建设 以投资为主的为主的经济 转换到一个以消费以购客为主的经济 用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他经济的那个那个经济的那个增长率 将会降低就说 所以在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面 如果是一个理想状态下面 那么中国经济就从就从前几年的 四五年以前的百分之十 应该慢慢降到百分之九百分之八百分之七 如果现在降到百分之六点九 其实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说老实话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能够增长百分之六点九 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 如果他能够慢慢的 把这个增长率降下来 那么你不但你应该作为China board 就应该应该说 如果他真的能够 如果这些数字是真的 如果就是说真的是从百分之八 降到百分之七点五 降到百分之七 降到六点九 六慢慢慢慢降到百分之六 能够保持百分之四到五这样的 五年以后能够保持百分之四到五 这样的GDP的增长率 那么中国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就是非常有非常有实力的 往往但是往往在这个经济调整的时候 出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是说也许我觉得从中国的那个用电量 从中国的那个货运量 从中国的那个火车的那个那个 那个运货的情况上看 应该说GDP说不定百分之四百分之三 都有可能不知道 就说什么什么数字不知道 但绝对不是百分之六点九 这个我可以确定 好的 那关于呢 刚才提到的石油石油今天是下跌了 但是记得在一个月之前 来访问冬豪的那天的节目里面 那一阵子对于石油的价格的稳定 和上涨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这一个月 尤其是这两个礼拜以来 又是因为好像生产的减少了 也就会增加 但是如果生产过剩的时候 月油的价格又比较降低下来了 最近都是在这种比较窄幅 但是不是在高档的盘缓 那到底石油的价格何去何从呢 石油价格这段时间 基本上在45到50块之间 排45到50块之间 一桶之间 啊徘徊着就说啊 那么全段时间涨到 从45涨到48 石油股票也也有说有所反弹 那么今天啊 石油股票啊 相对来说跌下去点 但是我觉得石油的趋势 应该说还是处于增长的趋势 就是说啊啊 当然有很多分析家 比如说购文赛斯啊 今天今天多奇广克也也出来说 说石油很可能有可能就说会会会会 购文赛斯甚至说石油有可能会跌到20块钱一个表 我觉得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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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美国首先要有recession 美国首先要有employment unemployment会会会增加 会会不会在百分之五点几 会也许会涨到百分之五点六五点七五点八 就是上升的情况 所以在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 会有其他的其他的indicator 我们会我们可以预测就是说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来说 我觉得石油应该是处于增长的状态 这个跟中国经济关系其实不是太大 中国经济反正处在一个啊 增长速度降慢的情况下来 他确实原油量的需求在降低 那么确实全全世界的原油量的 那个那个那个产量也在降低 就是说啊 其实全世界的原油量产量并没有在降低 美国的原油的产量啊 应该从十月份开始会会 跟去年相比应该在降低 但是全世界的话啊 有一些国家啊啊在降低 比如说Venezuela 比如说非洲的很多国家啊 他的产油产油的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啊利比亚这些公司啊 产油产油价格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的产量就在降低 就在这种情况下面啊啊啊 应该说原油价钱会上升 但是沙特阿拉伯啊 他的原油的价格在在往上升 在原油的产量在往上往上增长 就说啊他在全球上那他他沙特阿拉伯以前 他是他的focus是亚洲 就说亚洲是是他是他那个卖原油的 因为美国逐渐产油比较多了 就是说美国问那边啊 买油的就就就就相对减少了 所以所以沙特阿拉伯在前四年的话 他focus在亚洲 那么那么近年近几年来 他亚洲已经他占了很大的那个那个market share很大的 那么他又他又在往欧洲啊进攻可以说啊 他最近跟跟波兰跟那个匈牙利这些国家想签署 那个那个原油原油共共油的那个合同 就是说他以廉价的不但不你知道我们现在 那个那他们产的油跟美国有点不一样 他这个那个那个油大概50多块一个barrel 啊比比美国的油的质量而高 因为refinning的价格比较低 反正也是他就br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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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吧跟那个美国的western texas 那个cru有点价格有点不一样 anyway啊他他像那个那个东欧国家 然后廉价的那个销售销售石油就是说 是可以说可以说是可以说直接向俄 有点程度想直接从向俄国挑战 因为东欧是俄国的天下 所以所以他需要把那个那个石油的产量增加 然后把价钱压得很低就说 所以所以在这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面 就是说那个那个全球的那个那个 那个虽然有很多国家产油量减少了 但是这个减少的部分都被撒哈拉伯再增加上去 增加上去以后那么那么整个的整个的全球的石油 它的那个价格不会增长很快就说 那么这个星期应该是有那个OPEC meeting OPEC meeting也许不会有太多结果 所以我觉得石油事先跌下来也有原因 因为因为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大家希望 OPEC会以后会出现一些什么决定 但是我觉得即使在这种情况 即使阿拉伯继续增长增长那个产量情况下 石油会在一个处在一个慢慢增长的状况 毕竟美国确实像基本上加拿大的 Oil Sands那些 那些project都已经停下来了 都已经没有 没有生产的可能性了 就是说美国大 美国很多的不同的北省 它的生产也在急剧的下降 就是说它的美国 美国这一年去跟下一年 它的capital expenditure在产油的 你挖油井是要前去挖的 对不对 这些budget都已经被砍掉了 所以明年的产油量肯定会下降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觉得石油不会又回到一下回到70块是不会的 但是我觉得从慢慢从45块回到50块55块 甚至回到50块567块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原油是一个处在一个 应该说从2016年这一年了 应该会处在一个增长的状态 好的那么像今天的黄金是下跌了4.6美元 然后看到美金它是连续第三天反弹 但是真正在本周要报业绩的公司有哪些呢 我们看到明天礼拜二有United Technology Verizon Yahoo 礼拜三有American Express 波音公司 Coca Cola eBay GM 还有Sandisk 礼拜四有Monsanto 有AT&T 有Caterpillar Microsoft McDonald 还有Google Amazon 这都是还蛮大型的公司 礼拜五又有Pocter Gamble 到底这些公司都是代表在道琼斯里面 有不同的行业 这个业绩如何会影响美国的股市 可能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了 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访问东豪博士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查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以领取Social Security Benefit的人 74%由于规划不当 生平会减少几十万的Benefit 还没有开始领取的您 是今后不经意间重蹈覆辙呢 还是现在就学会如何避免几十万的损失呢 凝图财富提高Social Security的七大关键 家场讲座 10月22周四晚6点半 报名intowells.com 进入财富 或致电408-586-9969-586-9969 五浪法一代大师蔡明知要开课啦 12月5号星期六上课一整天 赤刹股市35年 成功秘诀大解密 独家授课 请囊相授 五大主题 另加实际案例操作 採小班至限时人 11月27号前报名并缴费者 享有100元off折扣 学费包括早午餐 报名重塑 预知详情 请致电650-968-2000分机103 或上网sbcmedia.net查询详情 百年难遇 超低利率 银行融资高达三倍 即可倍数增值 保证零风险 善用税法7702 享受百万富庸的免税终身收入 由保险理财 联储妹赵世文 Simon Q 独家推出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名额有限 将快截止 请把握时机 最佳自付理财规划 尽在今天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Simon888.com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华夏家景隆重推出Pleasanton豪华独立别墅 三万位Pleasanton CA94566 四房三玉 建筑3029平方尺 土地面积8400平方尺 装修大气豪华 挑高屋顶 专业设计花园 豪华的主卧室设计 底层的一方一域 为您提供更多空间选择 食物厨具和大理石台面 豪华又实用 好学区且交通便利 更多上市房屋在售 请来电咨询 408-621-9920 408-621-9920 ChineseFN.com 中文网讲师温润王 是少数能证明可以赚钱的美股交易讲师 去年一个账户投资595元 2014年国税局天内地内报税表 显示3万7千元利润 回报率62倍 加微信 我润王2008 就送价值100元的三招至胜黑马银 三张光碟加奖益 货质点1800958-8561 ChineseFN.com 股票代号CIIX 听着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今天是10月19号周一东浩博士你好 中文你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报告业绩的IBM 这个是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家科技公司 但是他今天报了业绩以后股市是下跌的 他的那个业绩也是下跌 他的股票也下跌了 这下跌是要明天再看了 当然after after market trading IBM确实下跌大概百分之四五五五左右吧 但不算太多 他今天收盘也是下跌了一块多 其实IBM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公司 他明年的earning基本上15块左右 150块左右的股票10 times earnings 基本上所以是一个比较便宜的股票 那么IBM曾经是一个是个风云一式的公司 其实也是还是一个非常风云的公司 就是说五年前五年前六年前 像HP像那个Dial 他们的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IBM 对不对因为他们他们的他们的公司 是以那个PC为主的公司 这些公司那时候PCPC开始下降走下坡路了 就一直在从五六年以前开始 一直在一直在走下坡路走到现在 那么那些公司就就觉得啊 IBM真真真好 因为IBM从一个硬件的公司 其实慢慢慢慢转换成一个软件的公司 软件跟服务业的公司 所以IBM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重要的那个那个business 一个是服务业就是说computer 那个outsourcing 就说啊IT outsourcing方面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软件的公司 他其实买了很多很多啊 不同的软件公司 比如说以前有公司 Rational是是是是 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他把它买下来 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被IBM软件公司 被他买下来 所以他有他有很多很多的软件的软件的事 但是没有一个系统性的 非常完整的那个一个一个系统 因为IBM也有database 也有什么各种各样软件都有 但是所以比较杂乱就是说 所以啊然后还有一个mainframe business 也是mainframe虽然 虽然我们好像不太听到mainframe这些事情了 但是很多保险公司啊 银行啊还是需要用到这些电脑 就是说而且这些电脑 他卖的那个margin是比较高的 所以赚钱是比较多的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事业 但是毕竟啊 这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其实说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IBM就代表了 就是就是你觉得啊 很多人觉得科技啊是 一定是要发展很快 其实你看那个那个 七八四年 七八四年以前 1910年1915年的时候 难道造造造造车业不是科技吗 对不对 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那是科技 飞机难道那时候不是科技吗 对不对 那是科技 只会那些我们以前觉得是科技的 现在现在变成变成工业了 对不对 以前像radio刚发明的时候 像电视刚发明的时候 那个电视电视机的那个增长率 比如说电视剧从在美电电视 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在美国家庭的增长率 比iPhone增长的还快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时候当电视给帮帮发明 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 很小很小黑白电视啊 就一下就在美国普及了 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所以你不要觉得 就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 处在一个科技的时代 以前不是一个科技时代 其实以前也是一个科技的时代 那时候那时候那时候 汽车的发展电话的发展 电视的发展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科技 可以说anyway 那IBM就是就是 就是你不应该把它 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 一个发展很快的公司 就是说是一个 比较缓慢增长的公司 但是它的那个那个cash flow 非常非常好 其实他们已经赚的钱很多 他IBM赚15块钱 dividend非常高 大概有有五六块钱的dividend 就是说所以所以所以大概 3%3.5%左右的yield 其实从一个股票的长期的 holding角度来说 其实还不错啊 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差的股票 他的他的生意应该是稳定的 他的他的增长率 虽然缓慢 但是应该是可以持续的 那么那我来换一个角度 来问东豪 可以说是个比较风险不太高 但是回报也不会太高的公司吧 well 常常很多人都在说 well 就值得投资股市 但是这个indicator呢 已经不复有意义的一些价值存在了 IBM不大会回到一把以下了 well 当然那个时候 除非美国真的是recession 是 那从东豪您的角度来讲 您是等于新派的投资人 新派而保守 如果像IBM这种 它的yield我有3.5% 那你是不是会考虑 这种公司放到您客户的portfolio里面呢 那要看到价值 我觉得你不能 你不能投资一个公司 他的那个事业是在降低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 他在他在他当当一个business 他他不能他不能保持他现在的业绩的话 这样的公司是不可以投资的 所以我觉得IBM 目前的情况还是不稳定的情况上面 但很多的 当然他他很多的不稳定 是由于那个 由于由于的currency造成 由于美元比较强造成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这个季度业绩报告 他大概revenue降低了13%左右 但是绝大多数是因为revenue 是因为currency的关系 如果没有currency的话 他revenue降低1%左右 但是revenue降低总不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呢 他就说你当一个公司 你不再增长的时候 他你在原地踏不过 他慢慢往后走的时候 你的resource会越来越少 你的cost会越来越高 你的balance会会out of sync 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理想投资的状况 就是说所以所以投资 其实投资 我刚才说IBM是个非常便宜的公司 因为只有10 times earnings 对不对 所以就像你想想看 你去shopping你买东西你想买便宜的东西 但是你想买质量高的东西 对 所以你不能买一个质量差 你虽然便宜虽然便宜但质量不太高 IBM 所以我觉得我 所以天下很多很多股票 所以会shopping人就知道 我这个商店买这个东西比较好 那个商店买那个东西比较好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周洛 有shopping shopping是要有知识的 否则你就 这是经验的累积 你都去尼姆Markets买东西 质量都很好 但是价钱都很高 对不对 如果你都去网马买东西 价钱都很便宜 但质量都很差 所以两者都不可取 对不对 所以所以买shopping 有shopping的技巧 所以选股票也专门有选股票的技巧 你需要 你需要知道这个股票的范围 想要买东西买得好 想要买到便宜的股票 但是要质量高的东西 买股票要买得好 就找东豪博士 好 那今天呢 在盘中又有一个很热门的事情 就是以前的电视名嘴了 他叫做Opera Winfield 那他今天呢 也重资来投资了Waywatcher这个公司 我觉得这个现象呢 就是一个名人的效应的一个公司 真的正好 其实正好Waywatch很需要他 Waywatcher其实 Waywatch上市的时候 我还是 我还在做那个performing 我在公司做Fund Manager的时候 Waywatcher 其实传统上来说 是一个质量蛮高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 他doesn't work 这个问题是 对不对 所以慢慢慢慢就走下坡路了 也是他这个公司doesn't work 还是说Opera减肥不work 他的公司的product doesn't work 对不对 所以所以就是就是 买一些那个package food而已 对不对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怎么看那个label 怎么看那个多少calorie 你要减肥 其实其实anyway 这个是另外的topic 但是Opera他自己也下了重置 我说老实话 Waywatcher非常非常需要 为什么他需要呢 因为Waywatcher债务很多 他他在他他需要一个外界的投资者 来帮他解决债务的问题 如果没有外界投资者 帮他解决债务 他很可能这个债务就解决不下去 很可能过的3年5年以后 这个公司会破产 就说就没了 所以当Opera 当然Opera投资了40多个million 买了他10%的股票 因为他这个40多million就可以去还债 就说 然后然后既然他的股价多了 equity多了 那么他可以借债 也可以更更便宜的利息去借到债 所以他当然借 他借借借不止40多million 借借借可能300多million 那么用这是有了这个 Opera这个40多million以后 他用这笔钱去还债 然后用廉价的 又可以借到廉价的债 然后把那个refinance掉以后 那么他的他的financial情况 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不但是Opera的关系 其实Opera确实解决了他的financial的问题 我觉得确实从理性的想想 这确实是个非常非常滑稽的spokesperson 因为因为他自己减肥 其实也是不成功的 而且而且他也有成功过 但是又rebound 而且他作为作为一个一个 那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他是有自己personal chef的 他不需要wait watch 所以就像就像很多很多endorsement 都是很荒唐的 比如说以前Tiger Wars endorse Buick 可能他从来没有开过一架Buick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很多endorsement很荒唐的 当然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名人的效应 Opera确实有很多的 这话说回来 Opera确实有很多的效 很多的follow 而且这些follow很可能需要减肥的follow 也是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所以对对对wait watch 说非常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spokesperson 我觉得至少在短期会有一定的效应 好 那我们再谈谈一谈2015年的股市 还有做portfolio manager的performance 这一点就是今年的股市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还是下跌的 那最后一个quarter呢 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把它涨回来 至少到年尾要平盘拉等等等等 这种说法 那portfolio manager 今年在做替客人或者是公司 掌管他们的portfolio 面临的challenge到底是什么 今年当然是股票基本上不涨不跌吧 所以今年今年是比较难的一年 如果你看到今年很多非常出色的 portfolio manager 比如说John Paulson 比如说Inhall Inhall Greenlight Capital Inhall非常非常有名的fund manager Hedge fund manager 都是跌double digit的今年就是说 所以今天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所以选股票 所以在自动不涨不跌的情况 选股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所以其实在大涨的时候 也有时候选股票不太重要 在这种flat这种年的情况下 选股票是尤其重要 所以选好了股票 就会有好的一年 没有选好股票 当然就就就什么也做不出来 或者是自己的portfolio 里面的allocation要分配的好 allocation也是很重要 我觉得在在股票股价比较高的时候 不需要特别aggressive 现在可以比较保守一点 好东昊博士的联络电话 是408-689-2509 408-689-2509 希望大家打个电话给东昊 做一个face to face面谈的机会 谢谢您东昊博士 好谢谢 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不要走开 我们下半场访问的嘉宾是 麻仲学博士 马上回来 东昊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昊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昊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昊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com 世界顶级珠宝品牌 Roberto Coin 将于10月24日周六 在CH Premier 昌星珠宝钟表金行 举行展销会 设计大师Roberto Coin 清零现场 佳节来临 为致爱挑选珠宝 Roberto Coin 各种精彩珠宝是您的首选 请于10月24日星期六 中午12点至下午4点 光临昌星珠宝 位于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为了让南湾民众晚上搭飞机更加便利 新翼旅行社提供南湾到旧金山机场 专车接送服务 每天晚上9点半在Mupitas 狮子城超市门口 10点钟在Cupertino永和超市门口 每位只需要25元 如向新翼旅行社订飞机票者 更优惠为15元 请大家告诉大家多多利用 有意搭乘者 请上网到Marison Travel预定 M-A-R-I-S-A-N-T-R-A-V-E-L.com 或打电话预定 408-727-0570 727-0570 对于现代家居装饰来说 好的画框 就是画的衣裳 可以显出画与居家的协调 而画框的选择 显示出主人的品味 家居环境搭配和和谐 是最终的目的 没有画框的家居世界 也显得苍白 一副漂亮的画框 或设计得当的镜子 不但提升了生活的格调 增加卖房的价值 搬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走 中西画框 集技术与艺术为一体 价格合理 请光临 Nice and Right Framing 中西画框 1080 Saratoga Avenue Suite 10 San Jose 电话 408-246-919-246-919 10月21号是农历9月9号 是重阳节 敬老节 北京中医药大学 麻仲学博士 特别在10月19号至29号 为湾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以及60至69岁中年后期人 举办亚健康疑难病症 癌症抑诊 地点在中半岛San Mattel 预约电话 及微信号650-918-9968 650-918-9968 当您为了听到一本万利的产品 而心动 认为老天爷正在发钱时 等一等 Something is not right Nancy Sun 将在本周六 10月24号 举办Nancy Sun 老实说免费讲座 两个主题 生前利益万全宝的意义 和您一起解剖 分析市面上 让人乐得发昏的发财产品 挖掘它的真相 亲爱的朋友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您被利益冲昏头之前 欢迎您来参加Nancy Sun 10月24号讲座 报名电话 408-489-0591 489-0591 以领取Social Security Benefit的人 74%由于规划不当 生平会减少几十万的 Benefit 还没有开始领取的您 是今后不经意间重蹈覆辙呢 还是现在就学会 如何避免几十万的损失呢 凝图财富 提高Social Security的七大关键 家场讲座 10月22周四晚六点半 报名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 获置电408-586-9969 586-9969 正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听到我们 漆鼓华人电台 今天晚上下半场的 空中医疗战节目 我是今天晚上下半场的 金无主持人水晶 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有幸的请到我们细鼓非常著名的中医针灸博士 我们麻仲学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今天晚上的一个话题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麻仲学医师的一个背景 我们麻医师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 河南中医学院硕士毕业 青海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 在1996年度北京大学系统联合评定的26名学科带头人之一 现在呢职业于中半岛美国中医药大学协和中医院 如果大家希望能够联系我们麻医师的他的联系的电话以及微信的号码都分别是6509189968 麻医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在今天呢要给大家一开场节目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麻医师呢将会在呃本周的9月呃本周的19号一直到下一周四的29号 这11天的期间里面呢会给我们弯曲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敬老节的疫诊 呃麻医师在这个疫诊项目当中呢呃主要是会接纳哪一类型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给大家谈到哪一些类型的一些症状 呃因为刚好是这个农历9月9日吧那么我们叫两个9中国人讲就是如果是6他是阴数 如果9吧就是这个阳数两个9加在一起那么就是9月9一年就这一次对吧 两个9加在一起这叫呃这叫是呃阳数累在一起了对吧 所以叫重阳好像两个阳数在一起叫重阳那么为什么叫敬老节就这个9比如99读起来是什么好像是长久对吧99吗 这个读起来有点长长久久有点长寿的意思所以在这一天是做敬老节 那么咱们这个呃议诊的目的有两个对吧第一个呢就是弘扬中国这个文化这个敬老节不然大家都忘了吗 对吧时间长了你个什么敬老节什么中阳节都搞不清楚了对吧哎那我们借此呢用这一诊给大家提醒一下哎我们还有这个尊老啊对吧我们当然还有爱幼了对吧我们最起码现在是尊老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节日给父母亲来尽一个孝心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一诊这个分类上那么当老年人现在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算呢 他现在年龄已经往后推了一般他从70岁开始才算是老年人那当然咱们还有个老年前期或者叫中年后期就是60到69岁 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两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快进入老年人了对吧你要做好准备第二个是已经是老年人了那么应该怎么样保健所以我们给这两这两个组吧两个年龄段的人提供一次议诊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请听众朋友在收音机呃旁边呢不但是老年人在听这个广播如果我们有一些青年人或者是还有一些中年人在听到这个广播的时候也可以给家里面的老人留一下心 然后记住我们今天给大家播报的这个电话号码来提前的给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对这个议诊来进行报名来预约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听到马医师说到的这个预诊的每一天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一个看诊一个接待的时间每一天的是安排两到三位对吗 对因为还有一个正常工作对吧所以说正常的这些病人那所以但是我们插进去哎每天两到为什么搞时间这么长咱们也来个九九对吧 这10月19号到那个10月29月来个九九对吧那么这个期间那我们一天有两个吧这样就可以给大家服务差不多有这么就是二三十个二三十个人 嗯啊那我们的老年人呢在要去这一个医诊之前啊除了要报名之外大家还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事先要把自己要想像马医师询问的一些病症 还有自己的一些平时的一些病例啊还有一些图片呢就包括一些扫描的一些结果都可以呢提前的一些规诊带好 然后到了我们这个预约的时间呢那么我们在面对我们马医师的时候呢再会进行更详细的一个询问会更方便一点对吧 对您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吧他们到那个没有看医生之前哎呀他有很多问题 极致到了坐着医生跟前了哎他那问题就变得很少了他很多的有很多给忘了 然后等他回头又想起来了半导打的哎呀马医生我又忘说了是或者发一脉哎我还忘说了什么什么 这样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忘说是四五种他都忘说了对吧所以那么有经验的人呢他就像您刚才讲的他呢事先把自己关心最关心的健康问题 他写在一张纸上这样解约双方的时间他也不会忘了一二三四五六哎他写在纸上给这个给我看的时候这样我心里基本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老年人一般呢都不是一个病症是特别突出的经常会有连滑那些循序的病症他会捆绑在一起 那我们马医师特别知道在看这个中药药方的时候一般要辩证论治 我们只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在吃到的这个中药或者说在进行针灸的按摩或者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会对他本人的这个症状的改善 其实并没有太好的效果对因为老年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谈老年病的特点他就是多系统的损伤 就他比如是可能是比如是有内分泌的有神经系统的可能还有还有其他心肝脾肺肾对吧 他往往是比如是年轻一些的人吧他可能心脏就是心脏肝就是肝到老年人他往往是什么都有他混就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你要调整真正帮助老年人对吧就是叫针对这个多系统损伤这样一个特点进行的一个治疗 这样你才能抓的比较准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虽然还没有看到这个一整的这个报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赶快的记住这个电话 是6509189968在这个拨打的我们的这电话来接通我们马医师的这个分析 之前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几个问题啊想和我们马医师进行沟通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老年人特别怕过冬 在现在天气慢慢的就转冷的时候呢你对老年人的他这个保健是不是这个怕过冬是因为这个血管的问题 就血管壁比较狭窄所以老年人在这个过冬期间特别过不去 也有这个问题从中医来讲吧他人家人随着年龄大吧 那么他这个生命的动力啊就越来越不足 这个生命的动力是什么就人的热能热能从哪里产生 对吧那么从中医讲从肾产生 所以事实上中医有个四季养生法 比如是春天他是肝夏天是比如是心脏秋天是肺 那么他冬天就是肺就是冬天就是肾 所以那么肾呢他是给人体提供这个生命活种的这个一个一个脏气 所以当这个年龄大的人本身呢肾气就越来越衰 你的肾脏越来越衰本身就怕冷对吧 那么到了冬天好了 你人本身阳气不足又加上冬天外界又冷 那么自然界的冷和你自己身体的冷两个赶在一块了 所以这时候你身体的阳气是最不足的 那大家知道像北京人他比较比较是冬天吃涮羊肉 对吧那涮羊肉是干什么 羊肉他就是他就是壮羊补肾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那你再加上就是一些像火锅很多一些配料什么这些东西对吧 那都是目的什么就是温暖你的阳气 所以冬天的保健呢主要是温慎羊这样一个保健 那我们就知道了老年人除了自己在血管壁这个问题上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的一些情况 那老年人在过冬的时候呢 就要多方面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根据自己来制定一些保养的一些食疗啊食补啊 对这一些那么我们非常感谢马医师啊能够在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当中能够心念心想的我们弯曲的这一些老年人 我们刚才听到一整的这个范围年龄范围里面有两组啊 一个是我们老年组以上70岁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老年后期的这部分人大概在60到69岁 呃我们知道在这一方面的人群当中呢 呃他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内在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些他们也存在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况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亚健康 他们普遍在您的就医的这些经验当中 他们的症状又是怎么样呢 一般来讲吧老年人吧当然就是有两种了对吧 一种人呢哎他就是比较健康的这一种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做了做了就是一些讲座什么这些 哎很多人都都参加的比较踊跃对吧 那么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都觉得哎 就是的确呢现在随着生活那个就是质量的品质的改善 对吧呃那么人慢慢越来越关心生活的稳定 慢慢越关心自己的健康 那么一组呢老年应该同样一个70岁的老人或者75岁80岁 有的人呢哎还在外面就是一切活动活动基本如常 对不对各方面很好 哎也没有什么病吃东西各方面都很好 哎有的人呢哎呀就是整天为这个疾病所困苦 所以你怎么这种在整天为疾病所困苦的这些人 你怎么办对吧 这些人当你生这些病的时候 当你生这个病一个特殊的一个 不管你是心脏也好你是肝脏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个疾病对吧 哪怕就是一个一个骨伤对吧 那么对人都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你去治疗的时候就要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对吧 你想去掉这个病那你个肺肺牛腥了对不对 所以整天生活在这个痛苦之中 所以说是我们讲究治疗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预防就是预防你别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你出现压健康哎我别容易疲劳了或者是睡觉不好了 有一些慢性疼痛了慢性气喘了早一点治疗对吧 好我们马医师刚才讲的这番话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悬念 在我们的空中医疗站的上半部分的到此呢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我们在进一段工商资讯广告之后 我们来继续的进一步的解答这个答案 10月21号是农历9月9号是重阳节敬老节 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 特别在10月19号至29号为湾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以及60至69岁中年后期人举办亚健康疑难病症癌症疫症 地点在中半岛SummerTale 预约电话及微信号650-918-9968 650-918-9968 1031税率准许延税犹如提供资金让我们再投资 加州投资赚了就要转占外州 比如佛州Florida就有起价20万以上的独立屋 既延税又可以分散投资改善现金流转 1031连自住房屋都可以延税为日后退休做妥善安排 莫妮卡洋本月24号周六请来1031 专家讲解各中关键助你获利 报名请至greiclub.com登记或致电40882397808239780查询 能让手机和Pad更酷更炫吗 能让屏幕变透明吗 能让正反两面飞快打字 玩游戏看见幕后手指吗 Handscape Handy Case 让您梦里都笑醒 快去享受Handscape 全球首发智能机壳Handy Case Bar Handscape Handy Case Handscape Handy Case Handscape Handy Case Once you have it cannot live without it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handscape.com查询 1031税率准许延税犹如提供资金让我们再投资 加州投资赚了就要转占外州 比如佛州Florida就有起价20万以上的独立屋 既延税又可以分散投资 改善现金流转 1031连自住房屋都可以延税 为日后退休做妥善安排 玛丽卡扬本月24号周六 请来1031 专家讲解各中关键 祝你获利 报名请至greiclub.com 登记或致电408823-9780-823-9780查询 10月21号是农历9月9号 是重阳节敬老节 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 特别在10月19号至29号 为湾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以及60至69岁中年后期人 举办亚健康疑难病症 癌症抑诊 地点在中半岛三马特 预约电话及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矽谷华人电台的 空中医疗站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水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请到湾区的麻仲学博士 麻医师来到跟我们来谈 今天的一个话题 非常一个好消息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出了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 我们的一个前段的 一个广告的一个宣传 就是我们麻医师将会在 10月19日至29日 这一个11天的时间当中 在每一天都会接待我们预约的 湾区的大概在60到70岁以上 这一些的老年人到我们的诊所 麻医师的美国中医药大学 协和中医院在中半岛的诊所里面 给大家进行我们中医的一个方面的议诊 麻医师你好 您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当中 刚才我们麻医师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 留下一个悬念 就是我们老年人在出现这些病症之后 如何来做一个预防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亚健康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就麻医师在对老年人有很多的病症 他是捆绑出现的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那对于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的一些 出现在一些身体状况当中 咱们举一个举一个例子对吧 你不是最近我治疗一个美国人 是史丹佛大学的教授了 这是个意大利人 这个人呢 他就是他太太啊 那么去世了 他也差不多七十多 但现在还在教学生呢 他就自己就是心里很难受了 对吧 很难受 那么他就感到就是睡不好觉 然后就是血压也升高 升高那么他呢 就是因为吃的药很多 他吃了不同的药吃很多 所以他就说 他说得干脆 他不想吃那么多西药了 干脆来那个再中医 他也不想吃中药 干脆做针灸算了 对吧 做针灸 有一天呢 他前天呢 他来了这个 你看血压一切都好了 高压180 低压120 对吧 这我说你这个 那个看看那个针灸治疗的 以后的效果 对吧 给他针灸完了 我还给他量一量 他血压的确是降低了 降低了 那么当然还没到正常了 所以我说你回去 你不吃中药啊 我倒有一种办法 食疗 对吧 食疗什么 有一种菜叫芹菜 对吧 好像英文叫 cellary cellary 对吧 这个芹菜 然后我说你把这个生的芹菜啊 你把它呢 他说他打芝吗 对吧 他有打芝机 我说你打成芝 这样就是你每天晚上 喝那么一杯 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来 他来复诊 他说的 因为我让他第二天又来 他一天又来了 来他说的 他说那个血压 他到 他到 他到我这量了也好 然后又到 他又到那个CVS去量 他说的 的确是那个降低了 他觉得 那个中医的确是 有这个 有这个效果 那预防的方法 我不光跟他讲这个芹菜 我就说你就几个方面 因为你血压高 你预防什么 你当然是预防来讲中风了 脑中风 如果血压太高的话 那脑子压力受不了 那个脑血管破裂 你不就中风了吗 对吧 所以我说你呢 就是什么都要慢 突出一个慢子 比如说是坐着卫生间 站起来的动作 往下蹲的动作 一定要慢 第二个呢 你从床上起来的动作 一定要慢 我说你只要不摔倒 你就是胜利 对吧 你不摔倒 你就可以预防了一个中风 对吧 因为他得他要到高血压 肾病了 心脏还有一段时间 对吧 可是这个中风 可以瞬间瞬时发生的 所以我说你首先要预防这一点 所以说咱们讲这个 你防卫度鉴 对吧 你有可能帮助他的 用这些 教他这些方法 一切都很慢的方法 并没有用药 并没有用什么 对吧 但是可能使他避免了 他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预防的这个防 治中有防 防中有治 那我们对于这些中老年人 除了在生活当中 一切都要重缓 那么心态也要放得更平和之外 那我想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的人 他现在到了老年以后 一经常就说体检是没什么问题 当你一体检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时候好像癌症会 就是这个指标突然间是会出现在 他的这个身体当中 有些时候都是措手不及的 像这一些的状况当中 是因为这个癌症会挑人吗 还是说他们的身体状况比较弱了 事实上就是他日本 他也倒是有一个研究 他就是把这个 老人院呢 就正常死亡 这些老年人 所谓正常死亡 比如是心脏了 什么就是肾脏 什么就肺摔了 这些 他正常就是 这些高血压什么这些 这正常的死亡 老年常见病的死亡 他做了一个解剖 这些人呢 一生中从来没有被诊断过癌症 但是当他们解剖以后 他惊讶的发现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老年人呢 在他们不同的器官 肝脏了肺了 什么前列腺了 甲状腺了 都发现癌症的病灶 所以说呢 他就把这个癌症分成两类 这我觉得分类比较好 第一类叫临床癌 临床癌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出诊断的 另外一类呢 是叫就是微小癌 就是微小癌 你现在是真的诊断 诊断不出来的 所以说是呢 那么有些 他不是说是癌症去 去挑抹一个人 而是很多人都有癌症 只不过他太微小 你现在还诊断 真的诊断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癌症 很多癌症一诊断 就变成是中晚期了 那么他 他就是在治疗方面 对吧 所以说你 但一旦出现 诊断中晚期了 也别心慌 因为什么 他不是突然出现 他是一个漫长演变的过程 就是你体内以前呢 有一些病变发生 你只是没注意到 对吧 所以你别人是一些慢性病 你别人慢性咳嗽 老是慢性咳嗽 老也不去管他 因为到处治疹治不好啊 对 所以也干脆不管他了 时间长了 最后可能变成一个 癌症 对吧 肺癌 那有的人抽烟 抽烟就是 我经常跟人讲 有很多人他抽烟呢 特别是 寄烟了 本来是好事的吧 不能一些寄烟 因为你这个肺 你原来抽两包 你突然一停 你这个肺已经是 适合这种 这雾霾的状况了 这种烟雾缭绕 对吧 你突然一停 整个肺进入 另外一个状况 反应不及 所以反而容易出问题 我跟你讲 一定要慢慢的借 就跟 预防有很多方法 很多窍门的 那我马医师这么一说 我们在 广播前的听众朋友 有一些听众朋友 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你看 不是因为我不借烟 是因为我少抽一点 马医师也是这样说的 那我想呢 这个又回归到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了 那么在亚健康当中 有很多病症 就像刚才我马医师说的 就是积少成多 亚健康 你不去调理 你不去关注 它慢慢慢慢积少成多的 它就会发展成一个病变的一个病灶 对是这样的 都是我们叫小洞不补 大洞吃午 好像那一个堤坝 对吧 一个小的洞 没有什么 可能水慢慢渗出来 可能把你整个堤坝给你摧毁 真的很厉害的 所以预防 一般来讲人吧 一说预防吧 很多人有这个关系 可是还有很多人 根本就没有这个关系 他想这个还没有 自己只要没生病 对吧 自己好像这个疾病 大病了什么这种癌症离自己还比较 还比较远 对吧 那事实上刚才咱们讲了 对吧 你几乎一半以上的人 他都有这种 都有这种癌症的病灶潜在的 对吧 只不过看他发展被发展出来 有没有被针断出来 所以预防是涉及到所有人 不是光是就是已经生病 已经生病 在预防都晚了一步了 一定要提早 我们就预防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胃病先防 就你没有生病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把自己身体调理好 第二个呢 叫疾病防变 就如果你已经生病了 你不要让他演变 比如说 原来是乳腺增生 你治好 你不要去演变成就是乳腺癌了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 就是病后防腹 就是当你生病了 有人说生病治好了 我没事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叫病后防腹 你还要把自己身体调一调 不要让他不要这复发 所以这是我们从中医来讲 他有三个层次 那我们刚才在谈到这个分配的这一些层次的一些治疗的手段的时候 我们还得要考虑一些问题 现在像这一些马虎自己身体的一些中老年人 他还是占一些少数的 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 现在通过报纸通过一些资讯都非常注重保健 特别是中国的老年人 你看一些广场舞食疗 一些器材运动的器材都已经专门的出现了 但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也会进入一些误区 我经常也会听到一些老年人说 现在很多老年人就开始吃杂粮 他们吃杂粮 但是有些老年人他会认为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都说吃这个东西好 我也吃 但是吃了以后他反而会坐卧不安 是因为他的脾胃跟别人不一样吗 他也不是 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大吧 他一个是身体的器官衰退 但是他出现两个倾向 一组人呢是热体质 大病干了容易痔疮了对不对 另外一种人是寒体质 说是浑身怕冷了 那个穿的很厚了这些东西对吧 所以说是如果你要是 别人是热体质这些人 你消化这些五股杂粮的比较快 对吧 你当然比较合适了 如果寒体质人 你吃一些粗粮不容易消化的 那么反而对你脾胃不好 所以你反而吃一些精米 精面比较好一点 所以因人而异 我觉得别什么东西都一刀切 那一定是错的 你看我们今天听了 马医师的这个专题讲座之后 解答了我心里面很多的一些疑问 那看来呢 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 这个生活运动等等这些误区 那都需要大家积极的去报名 来抢到我们10月19号到29号到 马医师美国中医药大学 协和中医院的这个一诊的名额 大家别忘了 一诊的名额每天也就是两到三位 所以我们虽然时间是11天 但是这个名额还是要需要大家积极去争取的 那马医师我们想在一些老年人当中 刚才我们谈到 希望我们在这个人群到来的这一个期间当中 您还有一些什么要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或者说希望对治疗啊 更有一些帮助的一些叮嘱呢 因为你再怎么说 咱们就是一天两三个也是有限的嘛 你这么多人 你看二三十个总是非常有限 所以呢 还是请大家什么 就是预防啊 就是刚才您讲的 对吧 从食疗 从个从的就是体育锻炼了 各个方面方面面 这些方面吧 大家如果需要问题 你可以发我的微信 对吧 你发到我的微信 问我这些问题 我一定会一一作答 好 马医师的联系方法和包括日常的联系方法 包括这一次抢夺这个 一诊名额的这个联系方法 都是6509189968 那马医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接近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尾声了 非常感谢您能够心细 我们老年人在湾区举办 这个敬老节的一诊 谢谢您 马医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矽谷华人电台的节目呢 到此就要给您告一个段落了 祝大家晚安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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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